要求姻妹的人都會來這個地方 以前我老婆常常 孤兒在一起 也會聚集的地方 所以月下老人 也幫我們促成一段好的姻緣 到峽海城隍廟 拜月老 侯友宜回一起 和太太緣分就從這裡開啟 這次來除了答謝 可能還有別的願望要許 要不要為藍白和成一條紅線 毕竟藍白姻緣至今難解 侯友宜雖沒說和月老講了什麼 但言行中透露 似乎想婚 想破頭 這問題瞎得民眾措手不及 趕快又合照帶過去 後有一張小機到寧夏夜市拜票 民眾熱情 地上手機要自拍 通通來者不拒 更親自動手做烤餅 先不論藍白是否聯姻 或是展現親和力 但對手民進黨總有參選的賴清德 陸戰也持續 賴清德 共産 賴清德 共産 賴清德來到桃園 幫立委參選人站台 而身陷桃色風波的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三天沒受訪 晚間現身 要幫賴副拉票 看過柯佩 喝多佩 也看得有興趣 但是這個是政治連續劇 真正能夠繼承 蔡英文八年的成果 只有賴清德 加油 晚上 加油 炎意外強的主角風頭 成了被加油對象 畢竟風口浪尖上 就怕爭議沒說清 影響自家選情 TVB的新聞楊佩宇 李明輝台北昌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